寒流来袭天气真的是冷嗖嗖 树林分局远景结合了企业资源 准备了毛毯红包 在分局长的带领之下 前往独居老人的家中来进行慰问 送温情关怀长辈们 树林分局公怀长者不落人后 由于寒流来袭 担心辖区内的独居长者缺乏照顾 分局长黄佳琪亲自率领同仁 前往辖区内的三十位的独居老人家中慰问 提醒他们注重保暖保重身体 社会善心人士他们叫访证会 然后我们透过这个吴奇名服务处 这个了解到他们有这个善心 刚好这几天都是低温 我们特别来看看你 让你盖的盖子比较暖的 盖子包一两千块黄包给你买东西 谢谢 先预祝你圣诞快乐新年快乐 谢谢 近期寒冬气温骤降 树林分局结合慈善团体仿真协会的资源 到独居长者家中自证矛团即位问津 其人收抛砖引誉之效 让民众也能共将胜举一起付出爱心 关怀弱势 中家新北新闻树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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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